如果今天何炯结婚你会包多少钱 何炯自己人嘛 就一块钱吧 你少来 他下午在彩排的时候 何炯如果结婚他大概会包六万 何炯吗 包六万十万都是应该的嘛 对啊六万十万是应该的嘛 但是他的朋友没有低于何炯的等级 李翔中午十二点都不起窗 谁注意王月轮反应 太真实了 王月轮和李翔十二年婚姻 最终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他们的婚姻一向给外界的印象都是 李翔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王月轮也曾在节目中哭诉李翔的霸道行为 比如在外面接到电话必须马上回家 还有在家里录制综艺节目时 李翔说自己出了害 不要在客厅开空调 而王月轮则坚持要开空调 因为自己饿 两人一味开空调的事情正乱了一段时间 最后李翔没办法 说他不出去客厅了 王月轮最后才关掉了空调 为了容颜不老 李翔每天都吃一碗燕窝 先炖的三万块钱一斤 保质期只有短短的半个月 家里的保姆炖燕窝时 馋得只流口水 也想尝尝什么味 每次炖好都会给自己也盛一碗 李翔发现了保姆的小动作 一开始他装作不知道 没想到保姆吃上瘾了 每天都吃一小碗 李翔忍无可忍 就把保姆叫了过来 李翔看着保姆的眼睛 不紧不慢地说 阿姨 这个燕窝是我买的 鬼巴巴的 你要是想吃也可以 但是得跟我说一声啊 这算什么啊 保姆赶忙道歉 但是为时一晚 没过多久 李翔就把这位保姆打发走了 这个阿姨最好玩了 他炖燕窝的时候 他也会给自己来炖一中吃 对就我一中 他也 就相信你们家还去阿姨吗 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保姆偷吃燕窝 而是李翔发现女儿王石林和保姆走得太近了 甚至有点离不开保姆了 由此看出 李翔的控制欲望很强 女儿黏保姆让他担心 其实是怕失去对王石林的控制 有一个综艺节目上 李翔和大S都在 然后一起吐槽了自己的老公 李翔表示在家里 他的女儿我和老公都是比较能破坏的 他们两人的破坏力非常的强大 受害的就是他自己 有时候衣服和袜子 甚至是哪一内裤都随便在地上扔来扔去 后来还是李翔给他收了尾 李翔表示毕竟已经和王月伦结婚12年了 12年都无法改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慢慢的接受了他这一点 他早就管不住王月伦了 从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 可以看出香姐好是真好 不过胖也是真胖了 最近他与老公王月伦一起参加了 芒果的一档新综艺 哎呀好身材 似乎是想逆袭一下 重新回到瘦子时代 节目一开始剖析自己变胖的原因时 李翔就把锅甩给了王导 他说王导贪吃 自从跟王导结婚之后就被他喂肥了 虽然这波狗粮有点厚 但不可否认确实是从结婚之后才开始发福的 当然 他还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变胖的另一个原因是 懒 能做着绝不站着 能躺着绝不坐着 通过第一期节目可以看出 翁月伦是真的很爱吃 而且是各种放开的吃 一点都收不住 吃上宵月是硬货酱肘子 第二天打开冰箱 第一件事情又是拿肉出来解冻 同时也可以看出 李翔的家庭地位是真道 言行举止都是真阔态无疑了 李翔中午12点都不起床 谁注意王月伦反应 太真实了 比如第一天录制 两人睡到了中午12点才起床 起来之后王月伦就直奔厨房开始准备早饭 打开冰箱一口气拿了四盘肉出来 李翔洗漱完后躲不到厨房问吃什么 看到那么多的肉练露不愿 说早上吃点牛奶麦片就可以了 李翔各种碎碎念 王月伦坚持几件 母吃就坏了 不管李翔说什么 王月伦打定了主意要吃烤肉 李翔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 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厨房 看到李翔王月伦这一部分 开始怀疑爱啊 好身材他不是一档减肥综艺 而是美食节目还很高端的那种 早上第一顿你吃啥 牛奶也买荷包蛋 还是油条豆浆大饼子 李翔家不一样 王月伦起床一正眼 溜开到厨房拿了三四片牛排 上到开窃 紧头垃圾 瞧瞧这牛排上的雪花 肥瘦均匀 纹律清晰 放到新买的烤肉锅上 煎至两面焦香 嘖嘖 杀人家啊 早起第一顿就这么吃 联想早前李翔参加一档节目时 自保家里一个月的生活开支有60多万 经货食费每月就能花7万块钱 冰箱里也是塞满了山珍海味 连水果也都是高档进口水果 李翔还笑声别人是去买菜 自己是去进货 砍完他家伙食片段 端是感觉自己手里的馒头不香了 早上连烤五块牛排着实有些夸张 不过人家有这个经济实力完全没毛病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家每月的伙食费大概多少钱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